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題目是關於慕容公子 就去了Cosplay妹妹的IG留言 留言的內容就是一句How much 各位 在我講這件事之前 我有些話要跟大家說聲 由於英文太差的關係 我就不太懂得讀Cosplay妹妹的名字 我怕讀錯她的名字會引起什麼誤會 完全是沒有冒犯的意思 叫Cosplay妹妹 因為紫綠黎馬都這樣叫 免得另外改一個名字 她的名字好像是FU 我不太懂得讀 不好意思 完全沒有心去詆諱 容許我這段影片 就稱呼這個女生做Cosplay妹妹 現在我們開始講了 慕容公子就在Cosplay妹妹的IG裡面 其中一張性感照下面留言 就問了How much 之後Cosplay妹妹就已經封了慕容公子 以及在IG的限時動態上諷刺慕容 澄清自己並不是一個性工作者 即是封了慕容的意思 即是說她Block了她的IG 即是不讓她看她的東西 或者不讓她留言 應該是 之後慕容也有在IG出一個限時動態 內容就是包括Cosplay妹妹 連How much都封了 以及就說這班藝女權都很囂張 然後還有解釋慕容公子 她自己並不是亂去問人How much 而她之所以會問Cosplay妹妹How much 是因為她認為Cosplay妹妹 只是奇身不正 之後還有點滋滋滋滋滋的 我再說一說 有一個FacebookPage 叫做號拍砌機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應該看看號字 如果讀錯會不好意思 這個Page出了一個Po 就是支持Cosplay妹妹的 而這個Po的內容 就是覺得慕容不尊重 就所以搏 認為慕容什麼都拖女拳落水 認為慕容擺明是踩場 難道慕容踩場還要跟她玩 最後還加多了一句按鈎仔慕容 對於Facebook poll 其實慕容也有在IG的限時動態說 慕容就認為這個 poll有帶風向的嫌疑 之後慕容的IG就有一個限時動態 就應該是回應一位網友的疑問 那位網友就 DM慕容 認為慕容不能夠 也不應該問人家How much 慕容就有這樣的回應 慕容的意思是 這個Cosplay妹妹密化自己 又跟Rose媽和Dia玩 問她How much有什麼問題 他還說Cosplay妹妹多年來 幫Rose媽和Dia打壓二幾 問各位網友知不知這些事 以上就是我對這件事的一些理解 如果有什麼甩漏的話 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講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慕容公子對Cosplay妹妹 其實是很有意見的 甚至乎可以說是有一些指控 而其中的指控是 就是包括密化自己去賣性感相 這裡其實我有點補充 其實慕容的意思 又不是純粹說什麼密化自己 其實她應該是說Cosplay妹妹 她賣這些性感相 其實是在密化自己 但是之前她說別人密化她 而這件事慕容認為是雙重標準的 她是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牽涉到另一個故事 就是關於之前的一件女權事件 那件事Sigma哥哥 都有一些東西是說Cosplay妹妹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找一些報告 找一些片來看 我不多說了 而第二個指控 就是說Cosplay妹妹 和Rose Ma 和Dia一起打壓二幾 第三個指控就是說Cosplay妹妹 是藝女權 第四個指控就是說 Facebook Page 剛剛那個什麼奧...什麼砌機 忘記了 不好意思 完全沒有冒犯的意思 純粹是中文不是太好 那個字不是太懂 應該是讀號字 那個 那個Facebook Page 就說她支持Cosplay妹妹 就是這個疑似帶風向 好了 我說完這件事的蜜落 或者叫做整合了這件事 或者整合了慕容公子的指控之後 其實我就有少少分享 其實我覺得有什麼指控 你覺得別人做得不妥當 譬如你覺得Cosplay妹妹有什麼不妥當 有什麼指控她 其實可以直接指出來 就是直接說回這件事 去別人IG問How much呢 我覺得是有些古怪的 古怪的地方是會引起很多誤會 因為其實大家約定俗成很多東西 大家心底都明白的 不過你說不是都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是不是 那... 如果你認為Cosplay妹妹她是藝女權的 你可以去指證她說她是藝女權 可能像Sigma哥哥一樣 解釋回這件事 為什麼會認為她不對 這樣 告訴大家 或者你認為她做錯了什麼 可以去直接說回那件事 譬如你說她有什麼帶風向的嫌疑 你可以直接說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但是在IG去問人家How much 我真心覺得古怪的 雖然我見到有些年燈的網友 就認為慕容公子只是問她的相片 因為Cosplay妹妹她是有賣相的 是覺得慕容公子在問相片幾錢 就說覺得女生這樣封了慕容 就是心虛 是她自己對號入座 自己想多了 慕容公子也有在IG出了一個Po 就是一個迷恩來的 意思大約就是 她是問Cosplay妹妹新的一輯相 How much Cosplay妹妹敏感發瘋 那張迷恩是這個意思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回慕容公子的IG看 她是Po了出來的 但其實有一部分人 都認為慕容公子是暗示Cosplay妹妹是性工作者 我不知道其他網友怎樣看 其實有兩邊說法 有些人覺得慕容在問相片 他們這樣想 我自己就有些保留 但有一部分人認為慕容公子是暗示Cosplay妹妹是性工作者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到底應不應該在IG上問人家How much呢 在下面留言 可以歡迎大家告訴我 留言給我 不過這樣 最後我都包回底 真的這樣說 如果慕容公子 她真的暗示人家是雞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道歉 但如果你最後說 真的在問相片 是誤會 不要緊 你說是就是 沒有所謂 不過我覺得 最好問清楚 免得大家有什麼誤會 還有我想說 其實她那個網站 即Cosplay妹妹有個網站 那個網站是有寫的價錢 你可以看看套餐 關於賣相那裡 分別有5元 30元 50元 和100元 應該她是一個月一個月這樣算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港幣還是美金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有興趣的 其實真的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免得待IG問得不清楚 有什麼誤會 你不是問她是不是雞 你是問相片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你說是就是 沒有所謂的 看看大家怎麼看 這件事 好可愛 接下來看看事情怎麼發展 之後有機會再講一下 差不多了 今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各位我們下次見 拜拜